今天我们拼音学三个辅音和原音的组合 和上节课有点像哦 只是上节课发起来是一种浑浊的饱满的声音 而今天学的是在舌尖上发出的一些在口腔前部的声音 第一个 看像不像舌头和前牙 大家在一起在口腔的前方发出的一个声音 像是在口腔的前方开会 老师又写了一些习惯了 拼音是没有的 重写一下 姿 姿 姿最常用的三声的 子 子 儿子的子 儿子 老子 还有什么子 学子 学子 就是学生的书面用语 一个比较古老的用语 是指一大群在学习的将来非常有知识的人 学子 第二个 第二个呢 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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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我们最常用的一个数量词就是这个拼音 reporter 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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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说,我们一件事情做了第一次,第二次,第三次 如果老师把一个拼音交了三次,交了三遍,你应该明白一点点了,对吗? 第三个呢,四,四,一,四,最常用的一个,就是我们汉语的四,四声,四,这个四写起来是这样的,但是平常写快了,就是像两个数一样 其实里面是一个而,一次,两次,三次,四次,它们是一个数两次 好,这是今天第三个原音,斯,今天一共就三个拂音原音的组合啊 因为经常用的是四声,所以到了这儿老师就念成了四,就念成了他 自一,子,儿子,老子,学子 自一,次,一次,两次,三次 自,自一,次,次次,次次,次次 这是我们今天学的三个拂音和原音的组合 自一,自,次一,次,次一,次 自,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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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医生,平,医生在哪里啊,只有这个一了,一是医生,对吧,一,二生,阳,阳,二生,阳,啊,这里有一个二生,西,阅,学,是要不要在原音,呃上面, 二生,学,啊,三生,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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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都排出,像黄花啦,三生,在哪里啊,发现了吗,在这儿,勒,凹,老,还有呢,没有了,今天黑板上的字太少了, 三生没有了,只有一个,老,啊,四生,下去,下去,四生,下去,四生有,四生比较多,对不对,这里,四,四生,四,四生,今天学的主因和原音的组合, 四,四一次,四两次,四三次,这都是四生,啊,刚才说三生找不到,这个两也是三生啊,老师标一下啊, 再写一遍,勒,一,昂,两,三生,看到了吗,这里的位置有点小,再写一遍,勒,一,昂,两,两就是三生,对吧,再找一遍啊,一生在哪里,一,一次的一, 二生在哪里,学,学习的学,是二生,三生在哪里,勒,一,昂,两,三生,勒,奥,老,老子的老,老师的老,三生,四生啊,四,哈,四生,四,四一,四,四一,四, 还有呢,四一,四,四一,四,都是我们今天学的福音和原音的拼读组合,好,再来一遍啊, 字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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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 以及声调的运用,它才能让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。 是卷起来的舌头,发的上一节课学的知诗诗日, 舌头是这样卷着的,而今天学的是在舌尖件上, 在嘴巴的舌尖件上, 是在嘴巴的舌尖件上发音, 这样你就可以了解, 发音的部位多练习几遍, 你就可以说出来了,就可以说对了。 好,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, 课后老师还是会附上PPT的文字版的内容, 朗读的一首非常优美的散文, 还有作业, 明白吗?如果老师对课让你很满意, 那么一定不要忘了,